打開機器之後 我們把所有的零件組合起來 當然第一個動作我們是把機器插到插座去 這個電源先插上去 第二個我們再注意一下我們有附兩條浪管 兩個浪管是一模一樣 這邊有一條那邊也有一條 這兩條浪管都是一樣 一個大頭配一個小頭這樣子 兩個可以互相串聯 一條是三米 兩條加起來就有六米長 那我們組合的時候先找到這一個有卡溝的 這一個大頭 這個有卡溝 我們現在找到機器這裡 在機器這裡卡溝對著這個吸塵孔 直接進去旋轉一下 這樣子就裝好了 裝好之後呢 另外一個頭 把它裝上這個彎把 這個彎把呢 可以讓我們工作上會有人體工學 這樣子 拿的時候比較順 其實這個動作跟我們開過茶葉罐的人都知道 茶葉罐就是這樣扭一下就好了 那我們也附一個標準的吸頭 這個吸頭是處理這個附下的前後端 這是縫隙的 兩個之間的關係 只要像茶葉罐一樣 套進去之後稍微輕輕扭一下 它就很穩了 那不用的時候可以這樣打開 就完成了 遙控器 遙控器 剛好有時候找不到或是沒電的時候 你就開成這個手動的狀態 就由這裡決定開或關 那如果是你今天是遙控的狀態就切到這裡來 由誰決定呢 現在我們現在開到ON 但是還是不會開對不對 從這裡ON ON 就是按第一個按鍵的時候是開 第二個按鍵的時候是關 第一的方式就是這樣 左邊 右邊 這樣 兩邊 然後中間 這樣一本 第二本 然後 第二本 可以這樣我們按指示 左邊 基本上這個刷毛呢 用髒的話 不建議馬髒去換掉 而是去用水龍頭打開來 放到搶水沖一沖 直接沖 這裡面沒有任何金屬 也不會生鏽 沖完之後甩一甩 然後找個地方 放著給它硬乾 另外一支拿出來用 兩三支在硬乾 兩三支正在用 這樣子 所以說才需要用到五支六支 這樣子用 那如果真的要換的時候怎麼換呢 這地方 看一下 這地方我們把它搬一下 圓圓的這裡 搬一下 有個聲音 聲音表示它已經脫離那個卡鉤了 然後呢 兩個拇指 對著這條很細的地方 很細的地方 往前 這樣子頂住 兩個拇指 往前 這樣子推 就開了 開了之後 把它拿起來 很簡單就拿起來 那需要換刷條的時候 就這樣子 用力一點拉起來 這就是我們的刷條 你可以摸摸看黏性如何 它是用黏的上面 摸一下黏性 對 它短身製黏 好 那我現在把它黏下去 它的特性有點像熱溶膠 好 那我們放回去的時候呢 盡量這個刷毛 顧一下 不要讓它黏 壓倒 就這樣子 放回去 然後 從側面看 這地方不能有縫隙 然後這樣稍微抵一下 欸 你看這裡 這裡的縫沒有了 這代表說 已經都到底了 那最後這裡稍微按一下 那你操作中 怎麼都不會有任何陀螺之餘 喔 怎麼樣 把它解開來 然後更換裡面的 一些裡面的耗材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解開 工作完畢 一樣這樣旋轉解開 第二個 我們從這裡 卡扣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就可以拿下來 拿下來 那我們介紹一下 氣呢 是從這裡進去 最後會從這裡跑出來 啊 所以呢 它的過程會經過三道濾網 我先把它倒著放 這個氣呢 進來的時候呢 首先它會先通過一個紙袋 紙袋 假設有1% 從毛細孔跑出來了 它才會經過這個棉袋 假設棉袋 經過之後 從這裡過來 假設又有1%跑出來了 才會再經過這個真正的濾芯 這顆真正的濾芯 所以呢 我們講一下 1%的1%就是1% 萬1 萬1來到這裡 所以後面的壽命都很長 啊 縱使它髒了 還可以拿那個空氣槍把它噴一噴 那我們現在一樣一樣講 當我們要換這個紙袋的時候 先把棉袋拿下來 然後這個紙袋有一個卡鉤 我們現在就往下壓 壓到底的時候 我先打開來讓大家看一下 它這是一個圓圈 帶有彈性的圓圈 然後這個呢 我們這個現在是全開的狀態 那我們要套進去的時候 一定是這樣套過去 然後如果到底的時候 套在這個圓圈上面 這個凸點 這一個環 進入這個環之後呢 把它拉一下 就卡住了 好 我再度解開 我們看一下 壓下去 拿出來 看一下 我們拉起來是什麼狀態 是不是這裡被扣住了 原理就是這樣 那要打開就是這樣打開 所以在全開的狀態下 把這個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 這裡稍微拉一下 不多大概4mm左右而已 你看 往上往下的Range並不大 可以看清楚 這個Range並不大 這樣就扣好了 再來我們把這個棉袋放進去 你看這個紙袋再講補充一下 這紙袋看起來小小的 實際上 它灌滿的時候是這麼大的 容量非常大 所以它可以裝很多 那以後如果發現吸力比較弱的時候 第一個先把這個 袋子如果滿了 就先把它丟掉 換一個 再來這個是棉袋 棉袋我們把它放進來 棉袋是可以洗的 那我們平常 它的髒的順序 通常是這裡先髒 這一段比較髒 所以呢 我們在洗的時候 可以這樣子 一年燃的換的話 就是這樣 春夏秋冬 然後一年再去洗一次就好 好 那裝的時候呢 要小心就是 這個 這個周圍 都要確保 有卡到 這樣子 檢查一下 確定都有 都有進來 然後才能把這個蓋回來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最後一個 這個呢 可能是五年後 才有機會要換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稍微 放鬆 打開 這邊有夠 就可以打開了 它就可以拿出來了 拿出來 那我們注意一下 你看這個是一個 有點T字型的 那個船毛的形狀 有沒有 T字型的 所以它要進入這個 這個開口 有一個小缺口 有一個小缺口 這邊也注意看 這邊有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先 放進來之後 先觀察一下 等一下最後的動作 不是要穿越 然後卡住嗎 所以呢 一開始注意一下方向 假設現在對我來講 是12點方向 那這個呢 不是有一個小缺口嗎 我們也讓它跑12點方向 從方向是朝那邊 那我就跟著這個 太口朝那邊 兩個都朝那邊 就放心了 方向是對的話 這個放下去 跑下去之後 旋轉一下 就完成了 這個就不會掉了 對下去的時候 要收的時候 眼睛對皮膚 這樣子 配正 兩邊再扣回來 好 就完成了 當工作結束的時候 這些電線要收起來 那我們怎麼樣去把它收納起來 第一個 我們電線先拔掉 第二個 你剛開始用的時候 這些線 就是還比較死性 先把它稍微修一下 讓它比較圓 不要有這些 很大的翻曲角度 那以後就不會有這些 這些現象 這工業用的線蠻粗的 再來呢 我們在收的時候 大致上這樣繞 大概四圈 你看 我們要照這裡繞 一個圈的大小 大約底部 以這個黑色為界線 然後一圈 兩圈 三圈 第四圈稍微小一點 這個客戶發現 這地方也很妙用 你看我們把它插在這裡 剛好可以 推來推去 就很方便 線也不會掉 就在這裡 遙控器也有一個好的龜速 在這裡 那這樣子我們平常這個地方不要收進去 我們要收回去的其實就是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 先把它捲成這樣 然後放到紙箱裡面就行了 然後這個呢 我們隨時保持活動的狀態 那這邊有一個小的煞車 如果有需要定位的時候 其中一個輪子 是有煞車的 這個 你可以把它定位下來 這可以定位煞車 好 來收納剛剛工作完畢的這些零件 不用的時候 還是可以回到我們的包裝裡面 然後把這裡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呢 把東西收回到原來的箱子 這箱子都是可以重複開盒 那經過我們這樣放的方式 就是刷毛 刷毛 這個反三角 反三角這樣子放 就可以回到紙盒 現在回到紙盒之後 看一下這個關係 放進去 好了 收起來 扣起來 好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 線 一條 兩條 合起來 然後把配件也都放進去 好 吸塵狀 好 關上 好 至於主機我們就放在這裡 嗯 主機就這樣 有輪子可以活動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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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